原來有這樣的東西嗎? 如果早點 我就不用在爸爸出院之前 那麼頭痛 去找一些不同的設備 例如買床 買他要用的架 其實我是初歌 全部都不懂 從零開始 四位去問人 在哪裏有這些東西賣 或者怎樣 因為上網我上過的 但很多我不懂得選 不知選哪些 我想很多在照顧者的立場 或者認知方面是困難的 在這十年裏面的照顧 我發覺最困難的 就是哄他去洗澡 因為他大乏 他很怕跌 很多時候他經常都說 很窄 我不衝了 我很累 是不肯衝 我就想說 我給你肩膀 你扶著我的肩膀 很勉強 他就去了 一出院回來 第十一日才肯去洗澡 就聚在我這裏 變成我小狗 我蹲給他聚 變成我一邊身 整邊身都痛 因為那個位置 其實就不可以裝扶手 因為其實是租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們是不可以裝 轉場的扶手 變成我伯伯 就要把力氣放在鋁上 其實伯伯都不太願意這樣做 所以我們租了樂齡科技器具 浴缸扶手的時候 伯伯就可以有多一個支撐點 就可以容易進出浴缸 就令到增加了伯伯去洗澡的意欲 我們創馬會A加樂齡科技主任服務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不同的角色 有社工、有職業治療師 還有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三個角色分擔了不同的責任 社工最主要就是協調每個個案 他們要用的社會資源 職業治療師最主要是做一些上門的評估 評估每個個案 他們可以合適用哪些器具 還有做一些家居環境的評估 而樂齡科技應用主導員 最主要就是上門的器材安裝 還有做一些器材的教育指導 指導照顧者或者老友機 怎樣用這些樂齡科技的器材 除了我們安裝了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做一些上門的家房 確保他們是否會用這些樂齡科技器具 又或者樂友機 他們會不會有身體上的轉變 有位楊姑娘找我 他就告訴我要來看看實際環境 看看你合適用哪一種設備 加上看看爸爸究竟是哪一種身形的長者 例如你瘦一點 肥一點 可能方法用的儀器都不同 來到楊姑娘和范先生很好 我想來了幾次 來量度位和試不同的東西 看看怎樣可以幫助 爸爸去洗澡也減輕了我照顧上的壓力 除了租他們的浴缸架 除了有一個這樣的架 那個架也是楊姑娘幫我找的 科技的租借 除了提供現有的產品之外 他會介紹其他東西 即是幫你找 去找一些適合你用的東西 初時是覺得有些意外 我沒想過他會幫我找的 洗澡架的時候很安全 覺得很保護得到我 不用怕跌 我洗澡架在這裡 覺得有安全感 女兒不用那麼辛苦 如果你們問我 我當然喜歡你們那邊 第一 投資少 第二 回報多 是服務好 那個老人家或者對我來照顧者 是相當之有用的 起碼第一 不會買錯東西 第二 不用走那麼多於網路 而且買的東西回來是適合他用的 最重要的是 經濟負擔輕很多 我不用前期拿一大塊錢出來 去買給他 其實我想對每個家庭來說 那筆錢是大的 拿了我們的器具之後 他們在居家安老的能力 信心上都有提升 最大的指標 就是我們平時 我們做完一些器材的安裝 之後都會做一些簡單問卷 很多時候他們的回答都很正面 例如他們在應用一件器具上的 信心和能力上 都覺得是有增加了 今天就要來看 我們都會想找到 我們現在去看 這件事 有更多的送付 情報 我們就要來看 我們去看